不行 因为在咖掉嘛 和弦 啊 和弦 我就去那里啊 你给老师那种 把铺给我 我们表面看起来是两个人 其实我们是三个人 我们还有一个 黑夜市 免费的 嗯 扰民的 仔细听 自己铺的圈 自从上次听音乐会之后 那个是 弦乐 弦乐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的是 它是一种音乐形式 自从那次听之后 我就特别关注 音乐 对 各种 因为它涉及到比较多 包括古典的 包括像九十样的一些演艺 所以后面我就关注了很多很多人 包括认识的 然后他还去过很多次 我一次都没去 后来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会觉得 因为当时还录了很多镜头 我会觉得 每次录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影响 都是一种遗憾 或者对于打扰 对 后面 所以我都没有录 只是去现场去感受一下 那他们俩不喜欢 我不是不喜欢 是就时间没有十分的刚好 我和孩子肯定还是要以他上学为主 他那回来有一点晚 前天接到通知被隔离之后 推掉了昨天的 推掉了 退掉了昨天的 演出 对 然后应该过几天还有一个 因为一下七天嘛 七天没有两场 全都退票了 很遗憾 很伤心 我很开心 你今天想跟大家聊啥来一场 冰冻冻 哦 对对对 我还要献个负 我们前段时间 说冰冻冻火的特别厉害 多少多少钱 这是他去年 之前我们去北京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去北京的时候 可能在宣传多少会 但是也没有就是很关注这些 然后他有一个同学 就强烈要求要买 那既然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人买 大家就都会买 然后我们就都每个人买了 可能一个两个 或者他们买的是那种娃娃 然后前两天我那个表弟说 问那个冰冻冻能不能买到 他有一个朋友圈说 我帮你问一下 结果一问 天价 我们当初买这个才几十块钱 而且这个还很好看 我觉得比那个毛绒的那种 好打理好看不占地方 现在我们说 没有那种深谋远虑 早知道当初囤他十个八个的 这也不限购 对啊 不限购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就感觉他们摆在一个柜台上 都落灰了 也没有 就我们这四个孩子 哗哗每个人买一点 简单打个卡吧 之前因为我很多观众会说太长了 我们就简单打个卡 因为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内容能带给大家 所以就是只是捐在家里面跟大家见个面 每天都出现一下 好吧 其实每天我们就是除了做做家务啊 锻炼一下 然后也会看电影啊 然后孩子也会写作业啊 上课下棋 他们两个对 跟广大被封控的朋友们差不多啊 只不过我们可能不打游戏 对 不打电子游戏 不会啊 会兜地主吧 对 我们可以兜地主啊 我想说啥来着 想说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被关起来 可能因为我们这种不工作也好 或者是什么也好 比较弹性 不会影响太多 就会觉得既来之子安之 不让你去 或者不让你出门就不出 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大 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就是突然也连通知都没有 我们白天上学上的好好的 然后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还安排了我和儿子去理发 我们还要再去上别的课 突然说15分钟以后 我们这堵楼就要封起来了 我说你赶快赶快去店里把东西拿回来 结果我拿大包小包 连那个盘子串都拿回来了 忘了拿笔记本电脑的那个充电器 最重要的拐杖没有拿 然后今天我朋友他疫情有点严重 他之前帮那个朋友考了很多电影 他害怕他们如果要是也被隔离了 或者不上学 让孩子在家看看电影 今天他来取硬盘的时候 是便把充电器给拿回来了 好吧我们一会看电影 看着那样 就看我刚刚说那个叫什么 那个 他们 他们韩克斯的 那个叫啥 就那个 现在反正在家没事刷电影 对 好不要打扰我们看电影 拜拜 哈哈哈哈